哈囉各位購車制的車迷大家好 我是大鳴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Nissan的Gran Livina Gran Livina Gran Gran Livina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它外觀的部分呢 那就其實 Gran Livina這台車它能選配的東西很少 大概就只有空力套件跟你的影音設備 那我是強烈建議消費者 可以就是直接升級它的空力套件 因為如果你沒有升級它的空力套件的話 整台車看上去的話可能會有點呆板 那如果是你有升級的空力套件之後 不管是從側裙看到 或者是前方寶感的話 整個質感看上去都會比較流線一點 都會比較好看 再來講到車燈的部分 車燈的部分它就只有一種 車燈的部分只有一種規格 你也沒辦法選擇其他的配備 就是傳統的魯素大燈 在魯素大燈下面 在魯素大燈下方 有一個高穿度的霧燈設計 會不會太短了 比較順了吧 盡量不想咬你口水 我跟你講 介紹一台車子 你要假裝你是消費者 你到展示間去看到這台車的感覺是什麼 不要很死背的去背它的外觀 當然還是要講一些規格的東西 可是每天那麼多觀眾在看影片 你要代表觀眾先去展示間 看了這台車 幫他們做了功課 未來他們在介紹 未來他們在看到這台車的時候 心裡面已經有個底 什麼大燈啊 霧燈啊 這些東西當然是要講 可是啊 介紹車子 要很主觀 又要很客觀 你要去拿捏那個平衡點 講車子不是看到什麼講什麼 你要有自己的心得在裡面 會比較好一點 會不會 會 像這個車子很好介紹啊 第一個它的競爭對手是什麼 Wish 第二個就是它的市場定位是什麼 很多人會說 這個車子他們沒辦法介紹 可是你把價錢講出來 六十幾萬 FIT再貼個四五萬就有這台車了 你要用這種角度去想 很多人覺得FIT太小了 可是Wish太貴了 或者是你買MPV太貴了 那這個車子 如果說你全家四五個人要出油的時候 FIT太小了 壓力是太小了 可是這個車就剛剛好 你要 你要站在這個層級的消費者 去為它想 而不是就是只是很單純的介紹 哦